我大概说一下这门课程的概要 比如说我自己简介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我其实算是劳大的元老老师 89年我就在这边开 刚好劳大的就是89年创立的 所以民工89年我就在这边 一晃眼已经24年了 89 对应该 对24年 OK 所以时间真的是催人脑 但是我觉得 还是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不断学习 所以只要是对的东西 我是觉得我有一个算是我 就是习惯 我一定会先去了解 如果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那学会之后我不断要 除了要知道之外 我还要实做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实做出来的 那我刚开始也会怀疑说 到底这个东西OK 后来我就不怀疑了 而且我就非常肯定他一定将来会大有可为 因为我做过 把每一个我所有的范例 通通全部用 Ramadan 帮我产生 结果后来发现他居然写的 比我自己写的还要更好 刚开始会有鬼基意识 惨人,那我以后要干嘛 可能会失业,没工作了 所以怎么办 好,赶快加入你吧 赶快,我跟你一样 因为你是死的,我是活的 然后如果把两个加在一起 那应该会更好 果不其然 好像后来发现 开课只要加一个出去 这个课就开得起来 但如果没有加这个,就开不起来 所以之前有几次没有开诚 就是因为没有加charge p 不过这好像是什么 什么叫流量密码 但是我们不是说只是 称它的流量 我们是真的是有加上charge p 我们不是说我今天这课 明明有charge p 可是老师你怎么全部都没有讲 还不是讲以前旧东西 没有,我们是真的全部通通把它翻新的 不是只有表现新 而是整个都是新的 OK,所以各位要点心理准备 第一个 不要背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charge p都会给你 你只需要学会的几件事 第一个,你要学会跟charge p沟通 你要知道怎么样下一些正确的命令 他会给你正确的答案 但是前提是你要下的命令是对的 你不能随便下一个命令 而且他如果下错了 他也不会跟你讲说你命令错 或者你的问题错 他还会很认真的回答 回答到你以为是真的 但他都骗你了 他都捕乱你了 OK,所以要特别小心 那这边的话大概有几个方向 可能就是参考用 参考用书我想可能是情况 因为目前我看到坊间的书籍 好像大部分虽然有讲到charge p 但是其实章节都很少 内容也非常少 而且写的我觉得都还有空间 因为很多其实也真的是 蹭那个名称的流量 没有真的去把应该要实作的结果 提供给大家参考 然后课程简介 另外的话还会提一下派上 因为我刚刚提过 就是之所以会有这个课程 是因为我本来是教派上的扒从 把那个同样的内容换成VBA 结果应该没有问题 OK,所以有很多转折 那我的课的内容 其实洋洋沙沙沙 那今天的话理论上是第一个 所以第一个的话是这一个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位的这个题目 那后面还有很多个 不过因为我们只有9周 因为之前好像都是14周的课 而且之前的课都是3个小时 那现在我们都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只能量力而为 会挑最精彩的範例来练习 那如果假设有一些没讲到的话 可能就是你们自己在练习 那所以如果你假设有些东西没有讲到的话 你如果要看 跟各位讲 你如果把那个关键字贴到YouTube上 一样可以找到我之前上课的影片 因为我这些课在别的地方都上过 那有可能会收到Python的 也有可能会收到VBA的 因为我在很多范例里面都提过 甚至也有可能会收到Java的 因为很久以前我们是教Java 也有可能写APP 因为最少我们是写APP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程式的课程 其实它的替换率很高 也就是你这个东西没有多久 你就会被取代掉 之前好像比较夯的可能是 最早是Java 然后可能慢慢又换成其他的语言 然后慢慢一直改一改 所以其实教这种课程 老师也蛮辛苦 一直要备课 一直要备课 但是后来我发现 有一个课程不太需要备课 就是Excel VBA 因为它已经出来三十几年 就是长这样 而且都差不多 不太会改变 虽然它一定不是最夯的 但是它一直都是很被需要 而且这方面能够教 Excel VBA 老师又不多 所以我好像蛮适合这个位置的 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被改变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还是随时保持学习 所以底下的话就针对CSV格式 那后面还有其他比较热门 可能像Json 像XML 再来的话就是网页 那网页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IE物件 那所谓IE物件白坏意思说 只要它能够到浏览器上面的东西 我通通都可以把它抓下来 那可是你说是IE是什么 IE就是一个浏览器的名称 有没有 应该不知道知道这个IE浏览器吧 不过IE浏览器现在已经被取代了 它名称叫Edge 有没有 应该知道吧 就是 这边的名称 就这一个 这东西 有没有 这个叫Edge 它的浏览器 就长这样了 它里面已经直接就加上AI的copilot 但是跟各位讲 虽然它换了一个名称 但是它底层还是IE 它只是 殼是Edge 里面还是IE 所以你不用特别管它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 你把IE就是当一个浏览器 那这个意思 就是只要它能够在浏览器里面 被载入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从浏览器里面 抓资料到Excel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 简单讲就是这样 也就是反正它的浏览器能够被看到 就可以抓下来 所以这个后续我会再跟各位讲 怎么去做 所以重点基本上就分成 应该是四类的资料格式 一个是CSV 就是我们刚刚练习 我们存档不是存CSV 那再来就Jason 不过Jason 他长得又跟CSV完全不同 而且非常非常复杂 那这个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格式 一般也许叫做API 有没有 如果提供给你个API 然后这个资料在那边 但是你看到这个API的时候 你可能会 这什么什么什么鬼 OK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Jason的格式 这个 那他长什么样子 这边的话呢 底下有个范例 就是这样这个PN2.5 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叫Jason 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Jason 然后你可以把它点击或检释 我按检释这边点一下 他就长这样子 这个不用了 有没有 大瓜糊 这个太小了 Ctrl加 它就长这样 然后冒号 中瓜糊 然后一个大瓜糊 然后又一些资料 哇 那你想说 天哪 看到这个好恐怖 好啦 其实你如果看到这个 我会教各位如何把它变成一个表格 因为他目前完全不是表格状态 怎么解析 OK 那以后有可能 人家给你的资料 或者叫API 他就是用Jason 那你要怎么样快速把它解析出来 那这个背后 其实长的应该就是类似像这个 就是像一个CSV吧 如果用CSV应该大家都比较能够理解 就是一个表格 如果用Jason的话 大家可能就比较不好理解 有没有 一个表格 那怎么样可以把Jason变成表格 这个后续 我们再来看 那其他就是XM 又是另外一种格式 那当然 目前比较普遍还是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其他就是网页 那再来的话 我自己简介我自己 最早我是直接输入关键字 吴老师 就可以找到了 不过好像 因为我现在没有特别经历这个关键字 所以好像已经落到比较后面 好像现在吴老师的关键好像是变成 那个 排第一的 好像已经变成是 教麻将的 因为麻将真的比较普遍 比如说教程式的老师 好像没有那么热门 你们可以搜一下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找到我的话 其实你找这个关键字 吴老师后面带一个教学 不是麻将教学 是教学 我看一下 吴老师 对 麻将心法 有没有 我本来还是排第一个 那后来因为 他的 这个 比我还要多人去点击 所以他变成都在前面 而且 这边害我都很想要去看 看究竟 到底 这个是什么地方 如果你打吴老师教学 这个是我的部落格 这个是我的YouTube频道 这个订阅大概4万多 然后这是我的粉丝专业 这个是我的部落格很高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频道 这个是我在之前开的课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是在高雄 这个也没关系啦 这个是应该是我开的课 有没有 之前开的 的课程 不过这个课好像后来就没有开成 为什么 因为前面没有church 所以以后要关一个church 开成 开玩笑的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以前教过的课真的洋洋傻傻 我在这边其实已经蛮久了 就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为什么要特别学这些东西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趋势应该非常明大 ABCDEF 都跟这个全部有关系 那其中的话当然AI为首 那其实你说AI跟Big Data有没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关系非常大 AI其实就是Big Data的2.0 你说老师从来没有人讲我的感觉 因为如果没有Big Data 让AI去学习的话 他就不可能这么厉害 那他会要很厉害的话 前提就是需要一个Big Data OK 不然如果没有Big Data 他没那么厉害 那你说为什么老师他可以自己写这么多程式 写的这么好 因为他背后集结了所有最好的程式 帮你取出最好的写法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刚刚讲他写的比我自己写的更好 因为人家都已经取得这么多了 有点像把所有人的智慧都集结在一起 所得到的结果 那怎么会差呢 对不对 不过前提就是一定要有这么大量的资料 才有办法 假如说你没有 所以假设以后你要自己创一个AI的话 你没有Big Data 你是创不出来的 那这个当然也是下一个阶段 大家要努力 因为其实说真的 目前现阶段的AI 都是所谓的功用 功用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用 像那个ChartGVT 有没有 他是会有隐私问题 比如说我一个企业 我总不可能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是挡那个AI的 也就是不要让员工用公司的电脑 去连结ChartGVT 你说老师他这样很笨 不过其实他也蛮聪明的 我的know how 我怎么可能我随时员工都上去 他也都知道你在搞什么飞机 那将来东西不就被他偷走了 然后再弄一个东西试出来拿来卖 那你们公司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的 ok 所以未来也有可能是要有私有的AI 就是变成说你这个东西是for 你们公司用的 ok 这个我想是下一个阶段 这个应该商业模式还蛮大的 哇 就跟云端很像 早期不是Google也推公有云 对 但是后来变成说大家用公用 一定会有隐私上的顾虑 我东西放上去会不会被流出去 有没有被流出去 有啦很多 但没有保障 那怎么办 那就自己驾 对 所以下一个阶段 就会有很大的这种需求 ok 谁要去做 反正你有这个商机的话 商人都会很快 所以未来AI其实各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大的商 当然你如果手脚快的话 机会就是你的 其他像刚刚讲电动车啦 或者台湾的fintech 不过台湾的fintech 好像还是有进步空间 蛮大的 像那个行动支付好像也不是非常普遍 虽然我都很喜欢用 我会特别用是因为 他有回馈 ok 我还蛮喜欢回馈 谁不喜欢回馈 你看我消费他又可以回馈我几块钱 鸡沙城塔嘛 ok 而且那个像台湾的那个什么数位银塔 目前有三家嘛 嗯 第一家是Live Band嘛 然后乐天嘛 然后将来嘛 嗯 对 那其实我都有办 老师大户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他转账不用钱 对 随便乱转 不过有个缺点 因为比如说我老婆他要买包包 你转账给我吧 你赞助我吧 他说多少钱 他说六位数 那你听到你总不能不表示吧 好像你很费 好啦 反正我不太会用钱 这也是缺点 因为以前还要去银行领钱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差 还可以赖平一下 你怎么钱没有领回来 对我太忙 我忘记了 明天再去领 明天又忘记了 好啦 后来都没事 OK 可是如果现在不行 现在很方便 因为我办他也办 我们都是同一家的 OK 很方便 真的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方便 赚钱超方便 还有他利息也蛮高的 他其实活存都1.5%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他其实你只要钱放进去 他的利息就等于别人在定存 他是活存 他是活存 可是他是 1.5%你不知道吗 你查一下将来银行 没有业配 这个不是业配 另外两家呢 另外两家刚开始都1.5% 但是等到他已经做出 就是他的户数够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这样做了 那乐天是在日本领钱不用手续费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比如说你就不用换费了 你就到日本 然后直接去ATM提钱 然后提出来就是 1.5% 好 这个没有了 这个很多东西 这个我都已经用 而且我都去尝试 我还 1.5% 1.7% 1.5% 1.5% 好 所以知道就 还有很多 我觉得很多你应该知道 可是你不知道 那你钱就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反正就是 就是一个 我们可能会觉得尝试 那我们去Try 有很多方法 比如你出去玩 你要怎么样去省钱 对我们还会有个演算法 有没有 甚至还有很多回馈 什么什么一堆的 而且还有一些朋友会教我 对 大家想说怎么样花 花最低的费用出国 像我7月份去的话 我算一算我去5天 我大概花台币大概1万5千块 含机票跟住宿 还有我的吃 还有我的车票 全部 OK 而且我还是住 还不是算很差的饭店 而且还在车站旁边 走路大概3分 2分钟就到了 OK 7月不是很贵吗 没有 7月初 7月初 7月之后就贵了 因为暑假就开始 对 所以你一定要等 大家都还没有开始出国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马上去 其实还要算一下 你可能要知道说什么时间 票价是最便宜的 然后什么时间是饭店最便宜的 然后你要去找出一个 就是最低的 你就出国 哇你就觉得 而且那个时候的利率 大概才0.2 有没有 0.2 所以你去买个什么东西 都非常便宜 上去松屋好了 我看我吃一个咖喱饭 台币100块 而且我还用全支付 全支付它有结合配配 就直接给付钱 而且还有回馈 对 简直 那在台湾要200多块 我想说 哇 怎么这么好 所以就觉得好像 但是我又不太爱买东西 如果爱买东西的去到那边 那简直感觉实在是 是难怪的 像国语生一个话 都不好去玩 对啊 就没有办法 汇率的关系 其实也不会啊 我最近才还倒一圈 我去振兴花莲经济 我都到处乱跑 因为最近有一个 台湾Pass 不知道大家知道 台湾Pass有5日券 已经卖7件到是不是 它其实 它是2,800 5天 但是它是买一送一 2,800又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 对 所以其实一个人是1,400 好比你喔 然后呢 如果 所以 我刚刚有提到 后来其实我除了老大之外 然后 后来有一段的创业经验之后 又到各个学校去授课 那因为我会特别 像我现在也在台师大教 那为什么在台师大教 因为 后来好像那个系主任 他们需要有人去教 城市设计的课 那因为现在教育部就是 以前是资讯系的学生 才需要学城市 但是现在教育部的策略是 任何学生都要学城市 变成城市设计师必修的一个课程 OK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想要找一个 会写Excel VBA的老师 然后他就在网路上搜寻 找来找去 都看到吴老师 所以他就写了mail问我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来上这个 因为我本身也是师大毕业 那感觉还蛮亲切的 就想说OK 而且蛮近的 我觉得就去了 然后所以 师大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我刚刚有些讯息 也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 有没有 其实像那个国旅的那些东西 其实也是学生 他还喜欢旅行 然后他也会跟我讲 我蛮好的 像出国一些东西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比我们更厉害 所以有时候反而要跟年轻人学一下 OK 那另外呢 我也在业界 就企业 像最近有一些金融机构 他找我去上课 但我来发现他们最需要的AI AI如何辅助 目前好像比较多是Excel 跟Power BI OK 我们桌面好像有一个Power BI 其实Power BI 那Power BI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为 一个叫Excel的 枢纽分析表的进阶版 他其实就可以画多个图表 放在一个Dashboard 一个仪表板上面 那未来他有没有机会 而且我可以延伸 通通可以用 那会更好 OK 视觉化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的一些 后面的话是我的获奖记录 然后这个是 这个也就足挂词 那这个是我的证兆 我证兆大概30多张吧 像Power BI 像Python 甚至连AutoCave Sally Rots Android 反正有时间就去考了 OK 然后我的频道 目前大概这个是旧的 现在已经4万多了 然后其他的话 相关的参考用书 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再斟酌 如果需要的话 自己再找一些书来看 不过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说真的要自己看书学会 真的还蛮难的 倒不如你刚才看影片算了 所以有很多同学问我说 要怎么学 我说你看 订阅我的交易频道 这样可能会比较快 OK 没有那个强制性 OK 只是推荐 另外的话 Python跟VBA有什么差别 那当然未来你觉得如果VBA不够用的话 其实可以再学Python 这两个目前都是算主流吧 那Python尤其是比较多人用 因为好像大部分会写程式的人 都会推荐用Python 但是我比较推荐VBA先 不是因为谁好谁坏 而是说VBA比较简单一点 而且以将来其他电脑使用上面来说 Python不见得可以装在很多企业里面 那如果你不能装 那你学这个不就很麻烦了 OK 那另外的话 其他就是说 Excel本身就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有Excel之后 好像其他的资料库用的越越少 像以前有Asses 可是好像现在用的越越少 然后其他的话像那个 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的话 在Excel里面 其实很简单 马上可以有个结果 但是如果你写程式你要用Pandas 那全部都要写程式 那图表的话也是一样 OK 但是 Python的优点 就是它有38万多个 现在已经不止了 我看好像已经四十几万个 所谓的外挂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要延伸去使用的话 那Python绝对 这个毋庸置疑的 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简单使用的话 那你就有VBA 所以这个到底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其实我觉得各有优缺点 就像说你今天要搭公车 还是要搭捷运 你到的了就好了 你到的了 你现在骑屋败也可以 只是说你距离太长 你骑屋败也太累 而且夏天真的会热死 OK 好啦 所以后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会开始针对 我们的课程里面 然后开始来做一些东西 那我第一个呢 会先举那个什么 开放资料这个 所以我刚刚有 总共有三个问题 请各位帮我把答案给先产生出来 所以刚刚第一个问题 那我们为了要得到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步的话呢 就是要先产生三个栏位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要产生这三个栏位 因为如果有这三个栏位之后 你再插入枢纽分析表 他马上就帮你把结果给做出来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栏位 很抱歉 枢纽分析表就没有办法帮忙 那你说老师那发生日期可不可以 很抱歉 枢纽分析表没有这么厉害 不过啦 也许下一个阶段的Excel 可能可以哦 因为下一个阶段的Excel 会直接内建AI 你直接跟他讲说你要干嘛 他会自己帮你做 甚至告诉你该怎么做 不过前提是 你要买新的版本 要花钱 OK 如果你愿意花钱 很多事就简单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花钱 而只是想要用旧的版本 就像很多企业好了 你说新的版本 老板你很好用 你可以买给我们大家用 谁出钱 对哦 而且我发现越大的公司 好像越精打十串 对哦 他不可能说 好马上买 因为我去过很多公司 有那种超大的公司 结果用的版本 你们居然还是用最旧的 而且电脑还是用最旧的 我想说你们这么有钱 看起来这么大的公司 什么都还在用 不过啦 可想而知 因为他们其实 这样才有办法省到钱 OK 每一个都花在刀口上 好 所以请各位帮我 把刚刚这道题 这三个问题想想看 那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就直接插入函数 直接用哪一个 用那个 用前面Laps 应该就可以了 前面的话就是 用Laps 然后取前三个字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这个资料 取三个字 然后下下填满 点两下 这样就OK 应该这个知道吧 因为我之前好像蛮多东西 哇!事情怎么做的 今天不是点两下不要 OK 这个叫空点 他就自动填满 那区的话呢 就是直接什么 用什么呢 中间嘛 中间就Mid Mid Mid的话就是Mid函数 那这个资料 取第几个字 取第四个字 要几个字 要三个字 有没有 从哪一个字 第四个字 取三个字 得到的结果是不是中正区 是喔!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OK了 那第三个问题 就难了 那怎么办 老师这个我没有办法 直接跟各位讲 这个问题 其实直接可以交给AI 就OK啦 那怎么做 第一个就是你把那个叙述一下 那个叙述很冗长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边已经有把它直接执行 然后你们如果要找到这个 那个 问题的参考 其实可以查一下云端白板 我有把它贴上去 在云端白板上面 这边有个Q 有没有 就这一串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呢 我把我的需求 直接就打在 ChargeGPT 上面 那ChargeGPT 应该都知道位置吧 都会登录 如果不会的话 很简单 我建议你就直接打 那个ChargeGPT 或者GPT也可以 关键字 然后Enter 第一个这个 第一个或第二个 这个就是了 你可以把它点 或者这个第二个ChargeGPT 或者你打ChargeGPT 第一关键字好不好 那Start Now 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直接 我先登出好了 你说老师 那我怎么登录 登录的时候 我建议 你可以直接用什么 登录之后呢 请你先登录你的Google帐 再用Google 直接登录就可以 这样子最快 不用再注册 不然我后来发现 注册很麻烦 而且有时候你 登出 进来 他又问你一堆问题 很麻烦 那如果你用Google帐号进去的话 就会非常简单 OK 那我就把那个问题描述一下 那个问题的话 大概就是你把它 我的习惯会这样 就是把那个画面 把它移到 我的右边 这边是ChargeGPT 那左边的话呢 就是我 这个问题看到的位置 类似这样 然后我就描述一下 我的问题大概就是 就是请你帮我把那个 这个F2里面的资料 不过我建议 你不要指F2 为什么 因为你F2 里面不是完整的地址 因为它没有0 也没有0 也有区 这个跟这个没有 只有区 所以我建议 你可以先找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储存格 那我就以F7 当成基准 那跟他讲说 我F7里面有这一串地址 那请你帮我把这个地址里面的中程度 把它取得之后放在这里 但是这样叙述好像有点复杂 我们其实只要知道头尾就可以了 你告诉我那个位置在哪里就可以了 第几个字 那之后的话呢 我就自己取那个字就OK了 那所以我就跟他叙述一下 那这个是我刚刚我之前打的 那这一串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CHP上面 那我看一下我这个叙述 那我的习惯是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Excel公式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说 请帮我撰写 什么Excel公式 那后面的话就描述一下 你要请他做的事情 将F7有没有F7这个储存格 将F7储存格的 后面我习惯 我担心说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就把F7里面的资料抠过来 然后呢 甚至直接跟他讲使用哪个函数 因为我之前试过 如果没有特别跟他提醒的话 他会没有办法帮你把公式做出来 那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用这个函数叫φ函数 去寻找0的位置 那如果没有0这个字呢 再去找0 那如果没有 这个应该打错了 应该没有0 这个应该是没有0 再去找什么 再去找区这个字 那关键字前后呢 我习惯都会加上双远套 这样比较保险 那你不加应该也没关系啦 不过我觉得加CHP会 会比较知道你在叙述什么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把问题直接就丢给他 Enter一下 或者送出 这边有个送出问题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好像真的有一个人 在背后呢 帮你把你的问题 马上找出需要的公式 而且是瞬间 他好像不太需要思考 他说您可以使用φ函数来寻找 然后他寻找的结果就这样 如果找不到0的话 就找0 如果找不到0就找0 这个当然你说老师 如果看不太懂 底下有一些说明 如果你现在是看不懂 没关系你先试好了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里看一下 更正一下 应该是贴到H7的位置 因为我们是F7嘛 所以你就以这个当基准 好 执行一下 他得到的结果 会是11 你说老师那11不是终成路 但是至少他知道 你要从哪一个字开始取字 那我只要再取三个字就可以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讲太多了 所以待会记得 请各位就是 把这两个问题先试试做出来 再做这一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再来就是 试着登录到这个ChargeBT 然后呢 把问题先丢给他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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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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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